台北市立动物园再传有动物落跑记 昨天上午11点05分 当保温员拉水管准备要进入 红猴蓝色清洗场地的时候 有一只名叫如安的红猴 突然由阴暗处冲到了工作走道 保温员赶快把它赶回涉蓝里头 蓝色里头没有想到这时候 有另外一只待在另外一个角落里头的红猴 它叫做南道 它大约是8岁7个月大 这个时候它就趁机推开没有关键的大门 就这样溜走了往后方的树林逃逸 目前还下落不明 不过算一算动物园在这半年之内 已经上演了三次动物吐槽几 它抱着宝贝 它要保护它的宝贝 肢体铭接灵活穿梭在树林中 可爱的红猴吸引不少家长带孩子来看 看看园局里这三只红猴 其实少了另一只同伴 这次不见的红猴 难道就是从里面的铁门 趁工作人员不注意的时候 偷偷溜走的 当时保育员正在蓝色里清洗场地 其中一只名叫如安的红猴 突然冲到走道 保育员立刻上前驱赶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 如安的爸爸南道从角落里 趁机推开没被关紧的大门溜出去 沿着作业道路 跑到吴伟雄户外活动场旁 接着就从后方的树林逃逸 当时原方立刻派人搜索作业道路 隔了一天在扩大搜索范围 到猫懒动物园南站 当天下午一点 还有工作人员募集到南道 昨天是有一个安全门上的插销 可能没有确实地把它锁死 所以这个时候呢 只要动物去推的时候 就有机会把它推开 希望利用它很喜欢吃的食物 能够不幼哺龙把它找回来 保育员他们非常辛苦 一个人要照顾很多的动物 有时候难免会舒适 它时间比较久了 有时候还是要统整一下 作业流程啦 可能还是要小心一点 民众会担心不是没道理 因为看看从108年起 短短三年就有四起动物逃脱案件 而这次落跑的红红南道 是2012年在台北市立动物园出生 一般红红擅长爬树 也是灵长类动物中 移动最迅速跑得最快的 由于不太会使用武器 动物园也呼吁民众不用过度担心 目前已经积极加派人力寻找 也希望民众如果有看到红红南道 可以赶快和他们联系 解决于婷零星台北采访报道 全台湾汉象南解水利署召开记者会指出 今年主要水库集水区的降雨量 不只是比之前的年平均值少了1000毫米 更创下了历史新低 尤其是在中南部的水情严峻 民众很担心从5月份开始 会不会就要实施分区供水了呢 水利署回应 现阶段还是以节水为主 至于外界提出 应该要尽快地针对用水大户 来开征耗水费 水利署表示目前正在进行性向的讨论 希望在今年底能够上路实施 水库干涸见底 全台水情拉紧报 看看中南部水库的蓄血量 几乎只剩一成左右 白河水库更是直接挂蛋 再看水利署提供的资料 今年主要水库集水区的降雨量 不只比往年平均值少了1000毫米 更创下历史新低 要是梅雨季无法为水库解渴 民众担心5月开始中部会不会分区供水 话没有说死 现阶段还是先节流 水利署也积极开源 透过人工湖浮流水和海淡水等增加水源 也强化供水管网调度水源 并利用枯水旗加强清淤 为的是要稳定供水 不过水情依旧吃紧 外界认为或许能用价格抑制用水量 有的人觉得调整水效会对他有一些生活的影响 但是我们希望说以照顾民生的方式 积极的区域考量 有少再去考量 是是是我们社会会纳入考量 传统产业在经营的条件 跟新兴的产业 跟高科技的产业 情况不是很一致 大概会紧融密鼓来做配套措施 57年来最大干旱 要渡过水情难关 政府动起来 而民众也得配合节水才是上上策 今天是刘伟成台北报道 桃源的藻礁保日引发了话题 连带也引发了风存中的核四电厂 是否可能会重启运转 甚至还传出了核四厂要挪到台中重启 台中市议会召开临时会 民进党市议会党团在会中提出了紧急动议 要求市长卢秀燕说明立场 是否支持核四盖在台中市 而卢秀燕强调 台中火力发电厂在台中三四十年 台中人贡献最大 受害也最大 如果中央政府执意要在台中增加核电机组 他跟台中人坚决反对 而国民党也反抢 这根本就是假议题 台中市议会召开临时会 民进党团有备而来 海报口号齐备 要求市长卢秀燕表态 说明是否支持核四在台中市重启 假议题 台中不要合遍 国民党团也跳出来护航 反击这是假议题 议会炒翻天 针对核四电厂迁到中部的传言 卢秀燕被追问了两天 终于给了回应 假如中央执意要在台中增加核电机组的话 我跟台中人都坚决反对 说到核四 卢秀燕在提中火 这个全国最大火力发电厂 台中人受害最大 如果中央执意在台中增加核电机组 他和台中人坚决反对 不过据了解 目前中央没有新增核电厂或核电机组的计划 更没有规划核四厂迁到台中 请问中央有没有这样的打算 没有 请教院长 顾宝 没有 没有 好 早交公投如果通过三阶计划若申变 当时经济部长就说可能会减少台中火力发电厂 空污计的降载量 让中部人不平 如今又有核四议题 虽然还没个影就易经先炒个不停 记者中文报道 波流旅游泡泡下个月渴望成行民众都相当的期待 而根据旅游业者的透露将会由华航率先直飞 长荣计划在五月或者是六月份开航 而旅游专机初步规划 每个星期两班 未来不排除会增加到每周八班 不过航班的载客率将会控制在七成 而饭店的住客率将会控制在五到六成左右 而出海的行程也不会满团 既然这出团的细节越来越明朗 那么业者也比较能够抓得准团费的估计 运气随着住宿等级的不同 大约是落在五到八万块钱 但是并不包括PCR核酸检测 还有相关的保险费用 业者早已架设好 波流旅游产品网页 就等旅游泡泡开跑随时启动 根据了解目前台博的航班规划 将由华航率先直飞 长榮则计划五月或六月开行 而旅游专机初步规划为每周两班 未来不排除增加到每周八班 随着出团细节越来越明朗 旅行社询问电话也跟着接不完 其实每一天平均 全省都会有门市的业务人员 接到相关的询问电话 大部分可能会询问一下 有哪一些景点或是饭店 同时呢 其实他们也会满在意价钱 跟隔离的一个天数 因为是在疫情下出国 旅游景点将采限定开放 等帛琉政府宣布 业者就会开始包装行程 为了防疫 目前规划飞机载客率最多七成 饭店住客率约五六成 出海行程也不会满团 不过相对拉高 成本将反映在团费上 中价位的饭店来说的话 可能会落在五万至六万块钱 但也许如果说它等级是比较 度假型的饭店的话 它可能就会落在七至八万元 额外的保险啊 或者是像是筛检的费用的话 它并不包含在这个成本里面 帛琉旅游泡泡备受外界关注 但不管是台湾或帛琉端 面对疫情下的观光开放 还是谨慎以对 要确保首颗旅游泡泡 没有防疫漏洞 记者正好报道